你好可怕你 你知不知道是可以罰款的 你现在要干嘛 你要打我是不是 夫人眼神凶恶 叼折烟 态度有够差 这种穷山的人不想够 你应该是要钱嘛 那陪你好了 我没有要钱 我一分钱都不要 明明是理论对方的毛小孩 没有牺牲乱跑 吓到孩童 对方却一付 有钱就是大爷的姿态 你现在跟我道歉 我跟他道歉过了 我没有听到 我也在口也没弄完小孩 怎样 夫人持续逼近镜头 还口出恶言 当时妈妈带着小孩 就在这里的101水舞工厂游玩 不过她小孩 却是被没有戏神的狗追赶 事后妈妈找主人理论 却被反抢穷酸 而且还疑似被歧视 陆配的身份 原来遭抢的女子 是新著名YouTuber 近10万人追踪 来台五年常分享 在台湾的生活点滴 事后更拍影片控诉 发生在台北市新区 六狗没有戏神 引发了口角 原来这名新著名YouTuber的孩子 被对方的毛小孩追赶 认为就是没有戏神 才会差点发生意外 对方却认为又没有真的咬到人 还拿拇指的身份狂酸 态度非常的轻蔑 散步六狗本身没有错 但没有顾好自己的毛小孩 吓到人还理直气壮 想要在台湾扎根的新著名 这回心真的也受伤了 记者许志明 蔡平鸿台北财神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